周立波包里的毒品是姓范的搞得网友人肉出纽约唱戏的范先生。 上周三,萧桃写过一天文章,介绍了周立波在美国出庭时的三位亲友团成员。 由网友留言或发私信给萧桃,希望了解有关和陆和范先生的更多情况。 恭敬不如从命这一篇萧桃就对他俩的情况做个补充。何璐是不是选美冠军? 目前,何璐是纽约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这家律师事务所正在代理国内的一些原告起诉堕藏在纽约的某位富豪。 正是因为这件事,这家并不太出名的律所一度成为海外华文媒体争相道道的宠儿。 限于篇幅的关系,这里萧桃就不展开细说了,该律所的官网上有何璐的简历。 从何璐的个人简历看,他于2006年6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随后他父妹深造,于2007年5月在亚利桑那大学罗杰斯法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何璐就读的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位于湖北武汉,可巧的是法学院官网上有校有名录。 萧桃查队查阅了法学院2002级本科生的名单,但没找到何璐这个名字。 在2002年入学的本科生中,一共有57位女生,只有两位姓何,一位叫何威,另一位叫何茜。 之所以母校官网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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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过纽约华裔小姐选美冠军 河路于2006年才去美国 文章中所提及的2002年在纽约华裔小姐选美中获得有益小姐的河柳方肯定不是河路 如此说来,河路获得过纽约华裔小姐选美冠军应该就是个传说 此照射于周立波第六次出庭时,红圈内的女子为河路 河路不是行变律师 他主要负责房地产交易案结果户以及商业纠纷等方面的法律咨询和诉讼 一位旁听过庭审的网友告诉萧桃和路是周立波的翻译,法庭另外还有一位姓胡的翻译 感情出庭是他的工作,而他的男友朱三冬反导是陪他出庭的 朱三冬是何许人也,这里萧桃就不赘述了,有兴趣的可以翻看萧桃以前的文章 让京剧的范先生究竟是谁 在接受王志安采访时,唐爽说,胡杰后来告诉他 这个毒品指周立波双肩包里的毒品萧桃柱是周先生的 是一个姓范的唱京剧的人搞给周先生的 胡杰在接受贵圈第二次采访时对此并没否认 只是纠正说我当时在推测读是不是某某放的?是不是那个姓范的给的? 此言一出,很多网友都对谁是范先生感到好奇,就跟当初好奇谁是某某一样 在采访胡杰时,贵圈的也迷善友意无意地说过这样一句话 那个姓范的朋友好像都不在同一个州 正是这句话提醒了萧桃,又一味唐爽,胡杰所说的那位范先生 既然周立波住在新泽西州,那么那位范先生必定住在别的州 当然不可能住在加州,因为胡杰又说那个姓范的也经常跟我先生在一起的 我先生在美国接触的就那么几个朋友 离新泽西最近的就是纽约州,范围缩小了,找人就容易多了 萧桃托住在纽约的网友打听,很快就有斩获纽约真有一位唱京剧的范先生 基于某种原因,萧桃这里以这位范先生来称呼他,以与唐爽,胡杰所说的那位范先生区别开来 这位范先生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科班出身,原为山东京剧院吻母老生演员 这是这位范先生参加2014年圣诞之夜京剧演唱会时的演出照 这位范先生住在纽约的皇后区,跟周丽波不在同一个州,但相距又不太远,能经常在一起玩耍 他不仅经剧唱得好,还热心于社区活动被推选为纽约山东同乡会副会长 在华人社区的很多活动中,总能见到他的身影,这一特点跟唐爽的说法相吻合 唐爽说,我见过一次,有一次纽约的中国人聚会 这位范先生是不是就是那位范先生,请各位自行判断 至于周丽波双肩包里的毒品是不是他搞的,萧桃也无法下结论 还是那句话,萧桃之说事实,不吃力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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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